敬禺 有人来看你了 没想到吧 我来看你 如此难得来看我笑话的机会 你怎么会错误 瞧你说的 童窗一场 还不允许我感念过往 来送你最后一场 如此 真是多谢严大小姐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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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严温笑 你要干吗 这怎么可以 怎么还像在外面一样张扬跋扈 你们这是滥肉死刑 放开我要见关 来 好 各位 好里边请啊 公子进来看看呀 是啊 咱进去看看去 谁啊 是我 翠红 什么事 有客人找你 大娘说了 客人身份尊贵 非你不可 什么意思啊 大娘已经收了我的银子 说好今晚就放我走的 你也是知道大娘的 眼看就要放跑你这条大肥鱼 岂又不扎干你的道理 去吧 别找不痛快 我知道了 叶蓉拜见公子 不知公子想看哪一段舞蹈啊 听说你在五级大会上跳了一段舞 曾经轰动了整个京城 那是叶蓉的献丑之作 让公子奸笑了 你当初身上穿的那套舞衣 可还记得是谁给你做的 公子到底想说什么 清明事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为什么陷害霓裳能将仇报 我没有 你以前见过我吗 这就怪 你说你是亲眼看见霓裳 在慧莹巷杀了身 可那日 她明明与我在一起 你若看见了她 为何没有看到我吗 如果我现在去官府揭发 证明你在说谎 陷害霓裳 想过后果 不 我不能吃官司 你不能吃官司 霓裳就可以吗 你在天香楼做武器教习 一年不吃不喝 顶多五十两银子 而你前日交给 齐大娘的熟身银子 却足足有六百银 这么多银子 是从哪儿来的呢 只要我将这些一一 交给官府调查了 还能熟身走人吗 公子 武器大会里 我穿霓裳所做的衣服 拔得了头筹 那日有人找我 说只要我愿意陷害霓裳 便可给我熟身的银子 我只想挣一笔银子 开家属于自己的武器馆 我真的不想再待在 这个鬼地方了 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去官府 搞罚我 我真的不想吃官司 可不想做老二公子 那你现在告诉我 是谁给了你银子 又是谁让你陷害霓裳的 只要你说出来 我保你周全 但是你若不说 小璐带他去见官 好 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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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